温暖跨海交流 两岸NGO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是 两RING 如果您有过寻找亲人的念头 或者是正急切来找寻 而且交集等待 我相信今天所要分享的真人真事 一定会让您期盼 是不是能有这样的幸运降临在自己的身上 话说在八月底 台中太平警察分局 黄龙派出所 他们成功协助来自大陆的一名理性女子 来到台湾 找寻失联已经有二十多年的舅舅 这整个经过是怎么样呢 就好像这戏剧般真实上演 我们特别邀请派出所的林姓华寻佐 来告诉我们 非常欢迎林寻佐你好 好你好主持人 各位两岸爱恩基听众大家好 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 太平分局红龙派出所寻佐林姓华 其实我自己在第一时间看到这个讯息的披露 就觉得怎么可能 很多事情是很难说的 好我们就想请教这个林寻佐 像这个李姓女子到了派出所 来找寻她的亲人 当初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我那时候是直晚上的大概六点到八点的寻入的值班 那时候是下雨就有两个人进来 本来是想说她去卫生间 我就指引他们说 那卫生间就在后方 其中有一位叫学醒这个女性女女子 就是说请问警察先生 她有拿一个救信封出来 这个住址她找了一整天了 她从下午就过来找 找不到 我就看那个住址以前的旧住址 是台东县太平乡 那我们已经是好几十几年前 就已经改成太平市 后来又升格又变成 改成太平区了 已经改了好几次的地址了 我看那个住址 一看就知道是旧住址 我就想说帮忙她 跟她对照一下 看看那个护证所那个新旧对照表那个住址 怎么可以找到那个新的住址 结果那个上网电脑一查 是没有的 所以这也费了你好大功夫 刚好我们在查询的时候 讲了好几个人的名字 她有一句是讲她舅舅 叫苏佳英先生 我听都没听过 还有讲好几个人的名字 其中她就是讲说 她的舅妈好像在国小教书 叫李悦尔 我说你悦尔 好像我以前读书的国小的老师 你把老师的名字牢牢记住啊 你都已经工作几年的 几年前我去红龙派出所报到的时候 她刚好是我们的技工 怎么这么巧 我刚好就认识 她们很面熟 我就问她 你以前是不是在国人国小教书 她说对啊你怎么知道 我说你好像教过我音乐课 我有印象 她就这样认识了 不然一般的志工 我们是没有知道她的名字 我们大概她来都是叫她大姐大姐 我们一般不会特别去记那志工的名字 你觉得老师的面容没有变化很大 所以其实感觉就是 好像就是我国小的老师嘛 那你就主动去认她 所以寻佐你的个性 其实是非常适合 当我们非常热心的警员 就这样巧合 刚好她那一天来 再问 我把你问上看好了 把电话去给李老师 刚好是她女儿接的 她女儿说 我们在大陆好像没有什么亲人 那这样可能我是找错 后来我是跟她讲说 她爸爸叫什么名字 她妈妈叫什么名字 一对之相想一想 她想说好像有这个人 后来才留老师的电话 给我再跟老师联络 志工大姐 还有再跟她互动 留资料 我把她当她记录电话 如果来这里当志工的话 把资料给她 他们就在电话中有聊到说 我要怎么联络 听来好像是很顺利 有点转折 但是都很凑巧 刚好很巧 如果说她来找的时候 我没有值班的话 其他同事值班的话 应该是找不到的 不太容易 虽然台湾的护证系统 非常的发达 资料也很详细 但是有时候还真的不容易 那个已经转换很久了 那个地址已经在更换很多次了 所以不容易再做前后的对照 新旧的对照 对对对 刚好是因为我认识我老师 不然其他应该不是当班的话 应该也是不会特别聚意的 老天爷真的是很帮忙 那他的舅舅还在吗 他舅舅 我听大姐讲 他两年前已经往生了 也是有点遗憾 不过就是说 还是能够顺利找到 他在台湾的亲人 至少他舅妈还在 对不对 就是你以前的国小音乐老师 现在就在喉咙派出所担任职工 现在也没有担任 今年大概多大岁数了 75岁了 75岁表示说几年前 还在派出所这边担任职工 对啊 哇 好有很多小问题 想要请教我们的林寻佐 就是说一般的民众 不管是台湾的民众 或说现在其实两岸交流 非常的频繁 就是说这位理性女子 来到这边就说 我想借一下卫生间 就是我们所说的化妆室 或者说厕所 其实在派出所 我们都会愿意提供 这样子的便利性 至于说他就马上说 我想找人 其实派出所是不是 一般来讲 也有提供这样的服务 一般会看他是什么来意 如果有的是有借贷关系的话 那因为有各执法的问题 或是有纠纷的话 那我们会去成合他 大概是怎么以为是他 来意是什么 如果是因为借贷或是纠纷 那我们就请他行政法管道 向法院提起 不是向我们直接找人 流程并不是这样 要先确认是不是说 真的是要找人 但是要确认他背后的动机 是什么 对对对 所以这很重要 但是当时这个理性女子提出 这样子的协助的时候 我想有很多的经验来做判断 就说其实他真的是 很想找亲人 对他就是有提旧的那个 地址 表示说之前他跟他的舅舅 有联络就对了 都让我看一下 我说原来真的是亲戚 所以警员协助一般民众 从这边可见一般 对那因为这位理性女子 这么的幸运找到他的亲戚 我怕说我们两岸交流 这么的频繁 会不会以后也有一些 失散多年的两岸的亲人 会透过这种方式来找寻 不晓得寻佐 你有什么样的建议 也许应该会有人 继续这样找寻 或是早期的劳兵 因为两岸没有什么联系 才会有这个现象 像这个案例是因为 二十几年 他们本来就有互相在同信 只是后来没有再联系的时候 时间都已经转变了 他就久也往生了 他才会这样 没有再联系到 不过一般的两岸的 城市要找寻的话 应该也可以透过海写 或海棋会的那些管道 应该都可以找到 是 我们在这边也要告诉 在大陆的朋友 如果要找寻亲人的话 像台湾的海基会 就可以提供 这方面的协助 当然其实你看 我们地方也多热情 多热心 也是可以 像他这次自由行来 他也很有心 黄天不负苦心 人终于找到了他的 亲戚也确认了 的确还是住在台中的太平 这个地方 好 那这边我也感到好奇 就是说 像派出所会有志工 像你提到你国小的音乐老师 担任志工 志工在这边 从事什么样的服务 就帮忙接待 让民众 有时候一般进来派出所 民众会觉得有点恐慌 可能是因为 以前的旧时代 他认为警察 好像很有威严 其实现在我们都平民化了以后 是比较不会有那个隔阁 可是有些民众来会 不知所措 志工的用意就是 安护他们 给他们一杯水 或是帮忙指导他 和我们互动 这样民众来和我们接触的话 就比较不会有那么紧张 没错没错 一般人进的警局 其实都是有事的 所以他们就站在第一线 来拉近这个距离 好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 我们太平警察分局 喉咙派出所的林兴华 林兴佐分享 在前阵子帮助来自大陆的 一位理性女子 她趁着自由行的机会 来找寻失联 已经有几年的时间的 她的舅舅 这是非常感人的一段故事 我也非常谢谢 我们派出所的警员 这么的热心 非常谢谢 林兴华林兴佐 谢谢您 好 谢谢 谢谢